大家好,大家看到這個畫面大概都知道我要做些什麼 就是試吃辣麵,也不算試吃了 再來回應,就是上次500訂閱 出了一個影片就說500訂閱就有一個Q&A活動 現在就開始拍攝了 可能你會問為什麼就不是浸在池裡說呢 因為浸在池裡,那個程序太複雜 太複雜,而且半夜在外面說話其實是非常難解的 所以就換了來室內,而且用了一個非常差的CAM 看看下次就沒機會再拍一下其他,就不吃辣麵,下次吃其他 這個麵已經煮好了,我率先攪拌一下 很簡單 其實如果我不說高不高清,其實那個CAM也不錯 我想這個CAM應該可以陪伴我 如果我到時開養,應該可以陪伴我一段時間 我吃這些類似撈麵,其實有一手 不是,有一個獨門的方法就是蓋蓋,然後再搖它 但是呢,如果你出了什麼事,本人是不負責的 我看到那個螢幕完全是無影手,大家看著 嘩,流了一些出來 這隻手已經紅了,因為呢,有些汁流了出來 那我們打開看看,嘩 裡面很紅的,OK 嘩,嘩 其實都還可以啦,它不算好暈 長大都...你見到好兇 嘩 嘩 又要吃這些紅的東西 這次真的是試辣麵,不是開玩笑 上次那個只是... 有這個水...水熟性加成 所以就沒什麼感覺到辣了 但是這次呢,就比較危險一點 下最後一樣,做點綴 紫菜,還有一些...芝麻粒 OK 大功告成 好啦 那我們這次的影片就來這裡先啦 哈哈 哈哈 好啦,已經教了大家的烹調方法 大家可以回家煮啦 我先拿個紙巾過來 好,那開始啦 那首先吃之前我就... 逐條逐條你啦 嘩 我已經都很辣了 OK 嗯,我吃之前就... 問... 問... 欸 答了一條問題先,OK 那我先看吧 那我逐條逐條看的 OK 那由阿楓開始先的 那Q&A呢,來來去都是那些問題 但是呢,都是來問一下 到底為什麼會堅持到現在都繼續拍片 還有為什麼會有拍片這個念頭 好啦 咳 那為什麼會有拍片的念頭呢 主要是因為一個有知名的直播主 看過直播主之後覺得... 好像幾有趣 然後就開始慢慢就... 慢慢就... 慢慢就上載一些影片 希望透過一些影片 就... 傳遞一些在遊戲中得到的一些歡樂 我不敢說很多得著 但是希望就有一個歡樂感在這裡 而第一條問題就是 為什麼會堅持到現在繼續拍片 可能有些人不知道 其實我拍片都很長時間了 可能就有些新觀眾就會看到 我這個頻道新開沒多久 但是呢 其實就做了在2014、2015年的時候 其實我已經一直在做 只不過呢,好景不常 在去年的10月呢 就因為一些版權問題被人警告 然後就沒有了舊頻道 現在就... 基本上是重新起步 那堅持的理念 我自己堅持的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 我覺得... 我覺得其他人都做到的話 我自己都應該可以 嘗試一下 做到這個成績出來 還有就是那句 希望透過一些遊戲 就...得到歡樂 如果我遲些有能力的話 就希望在遊戲裡面 得到一些啟發給大家 一起玩遊戲 得到一些啟發 這樣 好了,那第一條答了 嘩,好紅啊 嘩,真的... 十一條問題 我想我每吃一口 然後再答一條 OK,那答了阿楓那條 現在就吃一口 然後到下一位 吃完之後 嘩,好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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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到 嘩,好辣 嘩,不行啊,好辣 嘩,好辣 嘩,好像去了喉嚨最深處 那些辣 嘩,好辣 不是開玩笑 剛才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吸一吸那一下 吸了那些辣 進去 我平時吃辣 都不會這樣 但可能剛才吸一吸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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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那些辣 就跟著... 跟著那個... 跟著那個口紅一路 進去喉嚨 嘩 那到第二位小姨 就是想跟哪個Youtuber合作 就是浸冷水和吃麵 浸冷水和吃麵 浸冷水和吃麵 就是上次... 我... 400多 訂閱的時候 就拍了一條影片 就是一邊浸冷水一邊吃麵 沒錯 跟哪個Youtuber合作 其實我自己就... 暫時沒有說跟哪一位合作 看看有沒有機會 看看有沒有機會 合作就不敢說 因為... 因為...合作真的... 沒有什麼特別說... 那個... 目標 或者是... 理想跟誰合作 對啦 嘩 嘩 嘩 我又要吃了 嘩 希望這次不要太近了 剛才因為... 吃的時候吸了一口 然後馬上... 太近了 好啦 那我們吃... 第二口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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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位 Jason Wong 好像挺帥的 我嚴格來說 不算帥 只是... 但是... 有時候我又不敢說 好像連登那樣說 就是說... 普普通通 我可能屬於普通 接近樣子衰的位置 差不多啦 我帥的話 各位應該一早出了樣子 那我先喝一口水 嘩 嘩 他不在冷水裡吃 真的很不頂 嘩 嘩 第四位 嘩 這個這麼多問題 嘩 Gas 的 哈囉 我是追隨你一年的新人 2018年4月開始 嘩 嘩 第一次看 就是戴紅的新快樂機 是猛惡之根源 最喜歡聽配音 特別是紀安的 然後就是每晚追直播 一起嘗嘩槍帶 Memo吞食 一起卡關 感謝每一天每一晚付出的心機和時間 希望早日達成一千 超越舊頻道 好 謝謝你的祝福 那我先看看 啊 作為一個連舊頻道Q&A都沒看過 是新人有好幾條問題想問的 家中有幾多隻動物 寵物叫什麼名字 哪隻養最久 新頻道叫Gamelight K Studio 原因 介紹一下黑村朋友 哦 OK 考慮客遷其他Youtuber之名 提升 經營新位 新方向的會是什麼定位 嘩 好辣啊 Ford遊戲實況開箱知識營 如果可以繼續上大學 繼續進修會讀哪科 舊頻道就受中正寢 沒有收入來源 下什麼堅持到現在 期間生活有什麼轉變 嘩 都很多啊 加死了 等一下 再喝一口茶 不行啊 好辣啊 第一條問題就是有幾多隻寵物 那叫什麼名字 其實那些貓呢 嗯 我先說了幾多隻 我家裡應該有五隻 五隻 四貓一狗 叫什麼名字 什麼名字 他們不知道自己叫什麼名字 那有隻三色貓 就叫妹妹 叫妹妹 叫妹妹 其他人都不會聽自己的名字 都有的 我稍後再介紹 哪隻養最久 那些貓最久 對 那些貓一起來的 第二條問題是 新頻道呢 叫GameliveK Studio的原因 那其實呢 嗯 我自己想過 因為我沒有可能用回我以前的名字 所以呢 所以我突然想起 就叫GameliveK Studio 那個原因就是 其實我想遊戲就好像人生一樣 就 希望呢 可以在這個 生活的時候就好像遊戲一樣一樣 不去到通關 過關 並且在遊戲裡面 學到一些得著 就是遊戲如人生 然後就在 其實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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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條問題 新頻道呢 叫GameliveK Studio的原因 其實我自己就真的沒有怎麼考慮過的原因 純粹就 以一個 遊戲如人生的一個想法 就改了這個名字 那我也都希望在遊戲裡面得到一些 得到一些的啟發 或者是一些的 嗯 一些的得著 咳 那也都好像遊戲一樣 都總有它一個通關的方法 或者是一個 磨練的方法 甚至是 其實都是同一樣的 差不多的一個方法 即是如果你 遊戲能夠 可以得到很多得著的話 其實可能你的人生都非常美滿 或者是 能夠得到很多的啟發 這樣 咳 咳 好了 第二條問題 新頻道呢 叫GameliveK Studio的原因 那我就 當時其實我沒有考慮到很多 純粹就覺得 遊戲呢 就好像人生一樣 遊戲呢 就有一個通關 即是它會有通關 有 可能各種的 好像Pokemon 就有一個固定的一個 嗯 過關橋段就是升級 然後就可能再去 慢慢鑽 精靈的一些技術 或者技能方面 就好像人生一樣 人生都是有 同樣 同遊戲 差不多的 我自己覺得 嗯 就有一套的 第二條問題就是 新頻道呢 叫GameliveK Studio的原因是什麼呢 嗯 我當時起這個名字的時候 其實沒什麼想到 純粹就是想 以這個名字為題的原因就是 遊戲如人生 即是遊戲就 好像人生一樣 即是 很多時候都 即是 有時候可能會特別艱難 即是可能過了也過不了 那一關 或者是怎樣 玩也過不了 卡關 對 就好像人生一樣 人生就是很多事情都不 很多事情都可能有很多挫折 有很多的一些阻攔 就好像遊戲一樣 但是就要看你怎樣可以突破到這個難關 然後再跨過去 所以我想說的就是 遊戲如人生 至於為什麼叫Studio呢 其實好像 帥氣一點 工作室 單人工作室 OK 好了 第三題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間中由影片客串的朋友 對戰和夾公仔的位 那位 那位 基本上日後就有機會 會出現 日後很大機會都會出現 但我要問一下 先問他 嗯 都可以介紹一下 其實我 他自己一直在想 應該怎樣叫他好 對了 OK 那麼第五題 第五題 頻道營運 頻道營運的新方向會怎樣呢 是頻道定位 是Ford的形式 遊戲實況 開箱還是知識型呢 好啦 其實在這段期間 在說一兩個月內 嗯 嗯 嗯 都不少一兩個月 可以說 由上年十月開始到現在 其實 我深深體會到 其實遊戲直播 或者甚至遊戲這個行列 是很難再去 即是很難再去入到這個 這個圈子入面 那為什麼呢 因為 因為遊戲實況這裡 競爭太多 競爭太多 所以變相 你一是就要好出色 很有突破 一是就 嗯 透過一些方法 譬如用到資金啊 去到 搜羅不同的遊戲 即是玩不同的遊戲直播 這樣 但是自問自己 就真的 很難有突破 我自己就 很難有突破 第二就是 沒有那麼多的流動資金 可以讓我去做一些 各方面的遊戲 還有自己都選擇遊戲 不可以說 不是大眾的 我玩的其實不算大眾 那些是屬於 不算很多類型 我玩的類型 可能大家都未必 適合看 或是怎樣 但你們適合的 我也未必適合 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遊戲實況這個行列 其實是有點困難的 所以我是慢慢想轉向 其他可能生活 或者是比較有趣的影片的模式 遊戲實況 都會有 但是呢 可能就搬過去直播 我想在直播的時候玩 嗯 那我開箱的話 到時再看看有沒有機會 因為開箱 我自己就比較 做不到什麼 做不到什麼有趣的效果 不知道大家 可能你們覺得OK 但是我就好像覺得 比較沉悶一點 而知識型就應該未必 因為本人就沒有什麼知識 本人沒有什麼知識 所以知識型就比較難 所以我未來的定位 大概會是 嗯 六分科 四分遊戲實況 那些 嗯 因為近來都看到 我遊戲都比較少 因為一來就 暫時沒有什麼特別可以拍到 我可能沒有什麼題材 就好像一個月來 好像月經一樣 一個月只能有一次 這個 題材 對啦 那麼 第五條就回答了 到第六條 如果可以讀大學 繼續進修會想讀哪一科 其實我自己就真的沒有什麼研究到 關於學習的東西 嗯 學習的東西我真的沒有什麼點去到 理會 但是如果你說繼續進修會讀哪一科 我想我也是電腦科 對 應該都是電腦科 因為始終 電腦是我接觸最多的東西 除了電腦之外 我真的很少接觸其他 所以就唯有向著這個方向去讀 但是 就沒辦法 現在暫時沒有這個 沒有進修的一個念頭 還有讀大學也要很多年時間 現在的餓的話 嗯 對了 我想電腦科 其他就不清楚了 其他就不知有什麼科 到時如果真的有這個想法的時候就再看了 舊頻到仇中正寢又沒有收入來源 情況下有什麼 令我堅持到現在其他生活有什麼轉變 我跟大家講一下這個情況 我剛才也講過了 我舊頻到 舊頻到大概是2018年10月 因為一些原因被人 一個版權警告 加蘇的回應也講過 大紅的生法危機就是這個版權的問題 令到我的頻道 是被人完全封禁了 沒有收入來源的情況下 有什麼堅持到現在 我也想講一件事情 收入來源我大概是 大概是沒有了六個月左右 好像六個月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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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好像五六個月沒有收入 之後我就有個工作 但就不需要說四天回去 對了 OK 那麼 生活上有什麼轉變呢 生活上其實很大轉變 因為 因為 老實說 由舊頻到 開始舊頻到 一直 一直栽培下去 簡單點說就是一個頻到不斷栽培它 然後突然之間 就無端端被人 就禁了這個頻道 整個頻道 就倒閉了一顆 其實當時都很大打擊 有一段時間 即是十月一日打後 其實我有一個想法就是 繼續做就可以 繼續做就沒有問題 但其實原來是真的很難的 真的要十時之間 要做到 做到差不多的人數 是非常困難的 非常困難的 也有一段時間就很失落 真的 都不知怎樣好 嗯 那個 生活上就是這樣 很頹廢 什麼都不想做 那個期間 對 堅持到現在 就是相信 就是一直堅持下去 我自己會是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 之前頻道就五千里 我也都相信 如果我肯一直做下去的話 我相信我不會比其他人差 還有就是五千里 如果我應該要拿回來 才會再放棄 以我這個 這個的性格 我的性格就是 如果我當時有這個人數的話 我新頻道一定要上到這個人數 我才會再放棄 對 也都在這裡承諾大家 五千里之前我還沒放棄 對 不會放棄的 五千之前 OK 那GAS這個就非常長 都是搭光 可能有些就不太多 好 那就是 咦 是不是吃了 我吃了 可以再吃了 另一個問題 那另一個其實也不算是問題 對 好啦 神經病 真的 說那麼多應該不算很辣 好啦 好啦 我再回一下GAS那裡 其實GAS就是 18年的4月 那我就大概在5月 還是6月就開始玩 這個PokeMMO 對 這隻真的經歷了很多 都很長時間 下一位 BH5 YBE 不要打格仔 尿兄弟 之前你開箱的影片已經知道我的樣子了 對 那 都跟大家說一下 其實這一位可以說是 都算幾 應該是 2018年的5月之前的一條片 一條圖母開箱 那我有一條就沒有 沒有遮到樣子 沒有遮到樣子 那就 出了一條片 但就沒有什麼人看 好可惜 對 但是這一位應該就知道我的樣子了 對 對 對 那 遲些就有機會再出樣子了 對 因為 我自己覺得 真是靚 靚仔的話 應該早就出了樣子了 對 我們對自己沒有什麼信心 所以才知道 收起來 OK 對 就一條圖母開箱片 就知道我的樣子了 因為那時候沒有打格仔 好啦 下一條問題是吃東西 好可惜 不要開玩笑 雖然一直說話 其實不經不過 我回答了加7條問題 已經解爛了 哇 又吃多一口 馬上又來 好啦 下一條問題 Owen 蝦有幾條問題 有幾條問題想問 什麼時候出樣子 第一條 第二條 真名是什麼 第三幾多歲 第四 什麼時候舉行第三次公會戰 對 接著就沒有了 好啦 那其實這些問題都 比較尷尬 首先第一條問題 什麼時候出樣子 那我預計就 就是 暫時沒有這個打算 因為 出樣子的話 其實 我首先要撿一撿樣子 對 弄一弄才回來 OK 暫時沒有這個考慮 那真名是什麼 真名是什麼 真名是什麼 就很難回答你 真的 那幾多歲 我是90後 90後 大概 如果你有 好像某些人 有看直播的時候 大概猜到我幾多歲 對 什麼時候舉行 MMO的第三次公會戰 嘩 好啦 還有什麼調查 第三次公會戰 就要看MMO什麼時候更新 因為他如果還沒有更新 我就真的很難去玩 因為 基本上 我自己如果不更新 我真的沒有什麼興趣去玩下去 就算我 即是我打Wu也打了很多場 打Wu其實挺過癮的 但是你 當你打來打去打那些 其實真的 很沒趣 所以我自己認為 等他更新了白感 即是更新了才再去舉行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是這樣想 那 沒辦法 始終他太慢了 這個進度 嘩 好難 啊 難得很厲害 好 好 吃之前要吃之前要吃 唉 搭之前要吃多蛋 嘩 下一條問題 好了 哈哈 嘩好難啊 嘩 不行啊 好難啊 慢慢吃才是最辣最痛苦 OK 那這一位呢 就經常都看直播 但我不會讀他的名字 應該在這裡 這個怎麼讀 SIMON SIMONLINE 嘩好難啊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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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開始接答了 絕對雲能對溫時期開始看 後期才開始留言直播出聲的觀眾報導 當初一位Vega找到這個頻道 又是很期待改版 一來自己少接觸改版 覺得很新鮮 二來覺得聲音好好聽 嘩 嘩 嘩好難啊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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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播玩人中 波金網日月都有看 MMO那陣子開始忙 少看直播後 很少追回 後來發覺多了很多觀眾朋友 活動不錯 希望以後保持下去越做越好 多謝祝福 嘩 嘩 嘩 Q&A 會不會考慮拍多些關於幾隻貓貓的P 好可愛 嘩 特別編位何時出 嘩 喝得太多水很想流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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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水好像沒什麼好處 反而炒燥 一喝起碼要介一介 那感覺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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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每隻貓叫什麼名字 請問你做Pokemon上未來會怕什麼 會怕Pokemon劍盾媽 OK 第一個頻道 不是不是第一個問題 每隻貓叫什麼名字 那其實 改什麼名字呢 剛才說的三色貓那隻叫做 咪咪 妹妹 也叫做 還有呢 就有一隻黑色白色 黑色白色那隻基本上 就不會聽自己的名字 而且他改得太多名字 每個人叫他的名字都不同 所以他未必聽得到 暫時都聽不到自己的名字 所以我覺得他們暫時沒有名字 一隻就是叫做肥仔 那但是 我應該看看能不能找到照片給大家看 OK 然後 Pokemon未來會怕什麼 Pokemon未來會怕什麼 手機遊戲的Pokemon 然後改版也是先玩 先玩這個白金 也不是改版白金 嘩 好了 然後呢 就 嗯 嗯 Pokemon Pokemon 還有什麼 忘記了 看看有什麼 絕對玩 看看有沒有機會有 如果沒有的話 就暫時還沒玩 那改版 看看還有什麼改版 其實改版很多 只不過是 太多未必玩 還有想玩一些 比較有特色一點 如果不然的話 每隻都拍好像很白癡 那樣 就是我可能會覺得 就是我會覺得你們 我可能 怎麼說呢 我覺得你們會覺得好像很悶 很無聊 所以我就不會很多隻都拍 我會選過一些有趣的版本才拍 那會不會拍Pokemon劍盾 劍盾的話應該會直播 因為Pokemon Pokemon 始終是 這個頻道的一個起源 所以 怎麼都很支持 只不過 可能有些人就會說 劍盾就沒有很多精靈 沒有很多精靈 但是 就是 就 在我的看法來說 當然 沒有那麼多精靈 都應該是一個不好的消息 因為為什麼呢 Pokemon 如果你不是一千多隻的話 其實已經沒什麼意義了 可能你變回百多隻的話 證明 可能有些廠就被遺忘 其實是一個不好的線兆 也都是不好的一個 先例 因為始終你有先例的話 日後都有機會可能 新版本可能是 弓箭 弓槍 弓槍 可能劍盾下一隻就是弓槍 弓槍 可能就只有二百隻左右 其實是一個先例 是一個不好的情況 但是 始終 Pokemon 我覺得 始終是我這個起源 還有我真的 喜歡玩Pokemon 所以我還是會支持 還是會拍攝 到時再看一下 嗯 就是 它會不會真的很差 如果真的很差 我當然就不會玩 但是 如果它 就是 撇除這個 嗯 就是 有些精靈不見了 這個問題 先 再看一下它 是不是有很多方面 都真的 好啊 或者真的很差 到時再決定 會不會繼續玩 就是到時再看情況 OK 好 那 再回答兩條問題 還有兩條問題 對了 都不少太多問題 大家可以 下次 下次應該就是一千 先 一接就回答兩個問題 OK 這個不知道什麼 不懂得讀的字 未來會不會想著拍一些其他類型影片 迎合YouTube觀眾的口味 然後 ICK的留言 突然發現 看了你有兩年 什麼時候粉粉見面會 好了 先第一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就是會不會想著拍一些類型 迎合YouTube觀眾的口味 嗯 其實就 其實我自己的話 很多時候都有嘗試拍一些影片 可能迎合YouTube觀眾的口味 但是可能就 不是很見效 暫時我看不到很大的成效 OK 那我自己就 不會說很迎合 可能偶爾一條 之後都是想是自己做的類型 對 你問我會不會特意拍一些影片去迎合 就不會說很專誠 不過就純粹 就是隔不中一條 然後其他影片都是自己想做 自己想測試一下的一些影片 對 還有都想 趁著這個問題都想延伸下去 其實有些影片 可能有些YouTuber都會為了一些 迎合觀眾的口味 而特意拍一些題材 其實都 我自己 在我的角度來說 或者我們的看法 我會不會做呢 我就 不會做得很多 不會做得很多 迎合這些觀眾的口味 因為 其實要迎合觀眾的口味 都 很大層面 很多 很多不同方面的 一些 一些的題材 我自己就 我自己認為自己未必可能做到的效果 所以我就真的 寶寶會了 這個就是我的看法 變成ICK的一個 粉絲見面會的一個問題 我先吃完 嘩 真的不是那次很辣 很辣啊 刺根怎麼吃啊 大哥 上次吃 上次吃的那個 嘩 吃得很爽快 真的 完全是輕鬆的 真的好像現在吃的地獄難度 上次在凍水吃的 嘩 簡直是 簡單難度 吃完都沒有什麼特別 純粹可能 呃 用一隻濕了的手 然後抹大口 就是用手指撐大口 然後等到一些凍水的感覺 流入口裡 嘩 嘩 但是這個 神經病啊 嘖 那些水怎麼這麼難 喝完 那些茶 那些茶 我發現是解辣的 OK 這樣捲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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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快捲完整碗了 嘩 好辣啊 那我吃兩口吧 不要想了 哈哈 我吃兩口吧 快點吃 好辣 好辣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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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搞呢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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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 嘩 嘩 很多靈魂 這種 fat 嗚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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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便 到 反正見面會應該會比較難 我暫時沒有這個考慮 可能見面會見面 但不會故意搞的地方 好像可能放在兩位 然後在台上 可能在台上跟大家見面 然後我做的MC應該就未必 但日後希望也有機會吃飯 其實見我應該是有一個見過我 就是這個POKMMO的江布 江布也見過我 已經相會過一次 其餘POKMMO的成員 看看有沒有機會再見面 那次因為有送東西給阿易 所以見了一見 OK 所以如果你們 譬如我遲些做了些什麼 做了些什麼 什麼月餅 你們有興趣想要 我都可以要速遞給你們 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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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了 那下次的QA就會有1000多月 感激各位的病患 希望去到1000訂閱 就開始逐步去到 發展自己的頻道 發展到5000的 舊頻道的紀錄 然後再逐步上升 對了 暫時的 Youtube頻道的一個目標就是這樣 喝水真的很辣 喝完之後 還覺得辣 然後肚子又漲 好像黏筋 究竟什麼人會吃這個辣麵 哈哈 究竟有沒有人會在這個 當平時的杯麵吃呢 嘩 真的神經病啊 吃到不太想吃 哈哈哈 哈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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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下就先吃完 OK 我這些是 不浪費的主意者 對 不會特別浪費 剛才突然有個通知音效 好啦,不是開玩笑 吃完了,那些我不吃了 好啦,嗯 嘩,真的很辣 這個影片拍了40分鐘 我休息了15分鐘 嘩,很辣 好啦,完了,其他就不吃了 嘩,很辣 嘩 感謝各位的支持 可能由我12月1日開始 轉了新頻道 然後繼續追蹤 非常感激 下次的Q&A 看看下次會不會再有Q&A 或者其他活動 未知的,1000訂閱的時候再想 可能都是900訂閱的時候再想 到時是多少 到時是甚麼活動 可能是Q&A 或者是一些挑戰爪數系列 都未定 而... 嗯... 到時看看有沒有機會 搞一些活動 那這次的影片到這裡 我們下次... 再拍這些... 作死系列 好啦 嘩,真的受不了 下次再拍這些作死系列 真的好啦 好,那... 沒甚麼特別不好吃 下次再見各位 拜拜 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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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再見